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第二季相胜比赛环节跟游戏环节不同 这个环节得票数最少的人将直接被淘汰 送入冷板凳 失去成团资格 当晚的四组选手都使出了吃奶的劲儿 努力想保住自己晋级的机会 可是比赛就是这么残酷 当晚首个被淘汰的演员诞生了 他就是烧饼的搭档曹赫阳 曹赫阳当晚并不是跟烧饼搭档 而是跟第一次参加德云社团宗的张九南合作 两个人的节目内容非常新颖 是以两只狗的视角进行对话 可谓是妙趣横生 可是最后比分一出来 曹赫阳却是最低分 因此成为了第一个被送回冷板凳的人 看到结果以后张九南愧疚难耐 当众对着曹赫阳说 我把四哥害苦了 为什么张九南会说是自己害了曹赫阳呢 原来张九南因为是第一次参加德云社团宗 所以非常紧张 在演出的时候 堆长张赫伦就在旁边跟周九良说 状态不对 跟小剧场的状态不一样 周九良在旁边说是紧张了 以至于在台上忘了词 甚至把后面才说的女朋友那一段提前说了 因为提前说了 造成了前言不达后语 让后台的岳云鹏听的是一脸懵 烧饼在旁边解释说 不对啊 这段昨天对的不是在这儿说的 年轻演员第一次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 肯定是要交学费的 张九南的表现其实是很正常的 可是毕竟是因为自己忘了词 才导致节目效果不好 进而连累了台词少的曹赫阳 所以张九南非常内疚 甚至当众道歉 说是自己害了曹赫阳 虽然曹赫阳这么说 但是大家并不在意 因为谁都是从新人走过来的 知道张九南这种表现 是再正常不过了 哪怕是现在如日中天的岳云鹏 第一次上台 也是被观众直接轰下去的 而且之前 在跟师傅和于大爷 一起演巴马褂的时候 很多观众也看出来他的紧张 但这也许是他必走之路 只有闯过这一关他才能登上更大的舞台 对于张九南来说 失败不可怕 关键要看从失败中学到了什么 年轻演员要珍惜这种大舞台表演的机会 调整自己的心态 早日拥有一颗大心脏 不管多大的舞台 也能收放自如 曹和阳对张九南的宽容 也让大家看到了 德云社的师哥们 对后辈的关怀 德云社这个大家庭 这么其乐融融 才是经久不衰的关键 在这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